东京大轰炸东京大轰炸是整二战期间,美国陆军航空队对日本首都东京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战略轰炸,其中一次夜间对东京的轰炸,一晚上有约十万人被烧死。 这一次空袭大轰炸,使用的就是著名的李梅火工,日本选手则称之为东京大屠杀,其实早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,美军就没放弃过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计划,又仇必报一直是美国人的性格。 但B29正是投赴战场之前的几年,虽然美军飞行员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轰炸,但历次突袭都收小甚为。 被日军俘虏的美军飞行员1944年底,在德国战场取得一系列骄人战技后,刚刚进升上将的科蒂斯里梅,被调到太平洋战区,目的就是空中轰炸日本。 这位二战期间公愿的战争天才,很快就对日本本土进行详细研究,李梅发现日本的城市设计有明显的缺点,防务逆及且多为木制结构,消防能力差。 决定改变人先的轰炸方式,将白天轰炸改为夜间轰炸,将炮弹轰炸,改为燃烧弹轰炸。 李梅将军1945年3月10月零时15分,1945年3月9日夜间至3月10日凌晨,美军集结334架横空出世的B29轰炸机,开始对东京实施战略轰炸。 东京平静的夜空,突然传来巨大的鸡群轰鸣声,只见两家美军导航机率,先投下了两串凝固气油弹交叉落下,在地面迅速燃。 稍出现十字形状,这种投弹坐标在黑夜里格外醒目。 美军轰炸机后面的轰炸机轰用而烂,超过2000吨烧弹,从空中清晰而下,木制建筑的东京,很快被火光吞噬。 东京沦为一片火海,甚至形成了火灾旋风。 大火摧毁了东京63%的商业区,和20%的工业区,摧毁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轰炸的总和。 美军三年来一直想要倒毁的22个东京兵工厂,在这次火攻中被彻底焚毁。 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,在大满的轰炸中,有约十万人被烧死,还有一种说法是八万人。 另有十万人被不同程度烧伤。 美军空架机飞越富士山一夜之间,这次突袭造成的日本伤亡人数,超过了后来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广岛。 这次突袭结果也证明,李梅将军的战略是奏效的。 这次李梅商讨之后,日本政府花了二十五天,才将烧焦的尸体清除完毕。 这次突袭以后,李梅将军又指挥B29轰炸机部队,继续对东京以及明古屋、大阪、神户等大城市进行了持续达三个月之久的燃烧弹轰炸,使其遭受了毁灭性破坏。 几乎被烧为平地的东京至六月中旬,李梅又将燃烧大轰炸范围,扩大到其他中小城市和交通线。 烈火燃遍了整个日本。 一系列这样的轰炸,摧毁了日本本土的军工生产能力,打击了日本继续抵抗的信心和意志,在很大程度。